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5日 星期一 大年初四 大家會不會有年初四的樣子呢 年初四 不用上班 所以應該是年初五的樣子 今年比往年更加慘了 因為 每次都要戴口罩 每次都說防疫問題 很多人失業 很多人不開心 而且今年的年也不是那麼容易過 大家也不知道大家的難處 這個明白的 所以 大家支持六部曲 如果你可以訂閱的就盡量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你沒有辦法訂閱的話 你也可以 Follow我們這個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以及幫我們按like 看多些廣告 增加我們的廣告收益 這個其實也能幫到我們的 最重要就是 不需要用錢 那麼 我們 要這節跟大家說說這個樓市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這一節的問題 是使得 全香港人 人心惶惶 尤其是 樓未賣出的業主 更加人心惶惶 這件事發生在深圳 但是這個深圳 竟然不會有這樣的行政措施 我覺得 是可怕到不得了 直接告訴你 它要指導你附身家有的錢 新聞就是這麼說的 深圳的二手樓 竟然有 設置官方參考價 官方 是會幫你定價 而定價之後 他們的那個房屋貸款 就要跟官價去做事 即是 你那層樓1000萬買回來 現在官價就估計你低三成 值700萬 那麼你那裏借了多少錢呢 你就麻煩你補回孖子給他 因為他只能夠 以前借七成給你 你一買一千萬就借七成 就七百萬 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估計你層樓值700萬 即是說借七成 你就只能夠借490萬 麻煩你補回210萬的錢 這個多嚴重 這個大嚴重到不得了 而且 這個此例一開 可以說 是對這個 地產 全中國的地產 是有一個致命性的打擊 大家 走也走不及 跟大家讀新聞 讀完之後 大家就會慢慢明白 我會分析給大家聽 深圳市 住房和建設局 在星期一 8日 發佈 關於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參考 格 發佈機制的通知 參考價格的 對二手房價 製出具體參考數值 當中涉及深圳市3595個住宅小區 而參考價 和市場成交價的差距很大 以南山區豪州為例 市場價和參考價相差超過三成 事件引發市場的恐慌 是恐慌 深圳市的住建局表示 參考價 是參考了二手住房網簽價格 以及周邊一手住房的價格 發佈參考價 有利於加大二手住房信息交易的公開力度 引導市場理性交易 以及引導房地產經紀機構 合理發佈掛牌價格 指導你放多少錢 成交 引導商業銀行合理發放二手住房貸款 防控過日住房信貸風險 穩定市場 預期 即是說 你的房子多少錢 不是你市場決定的 不是你銀行決定的 是我決定的 是官方決定的 官方說你值那麼多 你就值那麼多 你值那麼多 你就值那麼多 你值那麼多 你就要把貨錢拿出來 而 經紀掛牌也要受到政策的指導 即是說政府 教你要賣多少錢 教你負身家有多少 這是十分之可怕的事 這個是計劃經濟以外 是最可怕的事 就是計劃樓價 這個 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恐怖的董建華辦 好了 換言之 銀行發放的貸款 需要用官方參考價作準 市場發現官方參考價 明顯比市價 掛牌的價 甚至乎比成交價低10-15% 豪宅區更加差價更加大 因為豪宅區的赤價很貴 孽心大 1500呎 萬多元 1800至2000萬 所以 南山區 福田園嶺 騙區 豪宅區和優質的學區 差價是最明顯的 有些屋苑差價是高達30% 用回香港樓市概念 即是說准買家要去銀行上會的時候 會出現股價不足的問題 這個 深圳當局的政策 是變相要求二手業主 按照官方價 打折賣樓 這個真是恐怖到不得了 要求你打折賣樓 深圳地產中介公司表示 他們已經被相關部門要求 即是起 旗下所有的平台 都不可以發佈 高於成交參考價的房源消息 而高於參考價的房源 雖然可以買賣 但是買家 必須簽一份風險告知書 據了解 深圳以往 沒有管控二手樓的先例 但是一手樓一直有 直接限價管控 限制你不可以賣多少 所以當地會出現一些二手樓 貴過一手樓的情況 因為一手樓有限價 不可以賣那麼貴 所以只能夠便宜賣 所以一賣出來就賺錢了 深圳有一段時間 人們炒樓 是買新樓 一賣出來就賺錢了 業界分析 深圳這次公佈二手樓參考價 主要是釋放一些政府 要開始管二手樓的信口 並預期深圳只是先行先試 如果其他地方 樓價一個月 就會像深圳那樣 用二手樓參考價制度 即是說 人為地把你那層樓 打了三折 打了七折 即是減了三折 你如果炒 就會死亡 這個是一個很恐怖的現象 這些樓 即是接下來大陸的樓 是止跌 不升 不會有得升 一升就會跟你指導 指導你那個層樓不應該值那麼多錢 那麼你銀行做不到按揭 你是誰撫屁 沒有可能的 這個 其實跟香港那個 由金管局限制你銀行按揭的成數 有一點點相似 但是他是更加粗暴 中共這件事 跟他做的計劃經濟也好 跟他的經濟政策也好 也是十分粗暴 這個是暴力壓制升市 因為 有聽過我們節目也知道 其實大陸現在出現了冰火兩重天 北上廣深 這些一線城市 樓價是繼續升的 沒有跌過的 但是 稍為異線一點 一出去 橫江 龍江 那些 惠州那些 跌得很糟糕 北京也是 北京市內很貴的 但是一到外面 還北京那些 就已經跌得很糟糕 通州 跌了一半 北京隔離就是通州 樓價跌了超過一半 很多人受不了 免費把房子送給人 那是怎麼送的呢 你和我簽約 我的房子給了你 但是你要幫我承擇一些按揭 你要幫我承擇一些按揭 即是沒有錢還 沒錢供下去 大家想想情況是怎樣 現在 大家想想 你的房子 如果政府 好像 香港那樣 猜響民意股價處幫你股價 你那裏的猜響 我猜你的層樓值4000萬 糟糕 買回你6000萬 你現在猜我4000萬 糟糕 銀行是否追回你的2000萬 按揭測價 你是不是吐血也不行 不單止 你將來想賣也賣不了 你想賣多少錢 買回6000萬 不行 現在只可以賣4000萬 因為你違反了國家政策 違反國家政策是怎樣 是沒有命的 大家記不記得 在大陸有一個人 違規建了一個別墅 用了1億3000萬成本 國家說要拆就拆 兩夫妻說支持國家政策 哭著口說支持國家政策 最後推土機一來 整棟樓化為烏有 一億多扔了下去 全都沒有了 沒有得談 沒有得賣 補地價 還可以付錢 那棟樓要化為烏有 要毀滅 這就是中共那種 暴力 他不只是在對付政治的 他在經濟上也很暴力 正如當時有一個暴力救市 不被人沽空 結果 造成了15年的熔斷機制 股市大壞 死了很多人 這次 如果是這樣做 深圳北上廣深的樓市 可以說是徹底還原 誰買樓以後 沒有人買樓了 因為有限價 是不准買多過那個價 你想想這個多恐怖 如果 香港政府 學深圳 或者大陸 在香港要推行這個政策 我不相信有人敢拒絕 我不相信有人敢反對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當你 賣50000呎 賣50000呎 賣10000萬 賣20000萬呎 賣太古城的時候 800呎 是1,60000點的時候 然後政府告訴大家 它要送深圳那一套 國安法 行穩至遠 你們也相信 行深圳那套是甚麼問題 沒有問題 樓價 你兩萬元買回來不行 我們經過差響物業股價署 估值你只得值一萬元一呎 麻煩你 跟回一萬元的價錢去做安揭 以及你第二天要賣 買回一萬元 只可以買一萬元 不可以買多的一萬元 那你怎麼賣 你一世都做業主 永遠是你的 那裏 永遠都不要緊 你要供 補一些錢做孖展 要不然 銀行就追你按揭 追你的乘數 追差價 那你想一下 市怎麼會不倒閉 現在深圳 有沒有大閃 我不知道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對於樓市 是赤裸裸的 一刀劈下去 是沒有命的 是分屍的 是死的 任何樓市都會死的 如果有這些措施出台 深圳只是先行 下一步會輪到誰呢 上海 上海是升得最瘋的 然後是北京 上海 北京搞了 你香港會不會跟 如果他要在香港推行限價 指導房地產價格 指導房地產價格 我想問 你們有沒有力量去反對 你們有沒有勇氣去反對 不行 新鴻基 白石局也要買一萬多元呎 白石局也值四千元呎 不行 我們買地產也值八千 現在指導的價格是四千元呎 你敢賣嗎 你不敢賣 國安法你們也沒有人敢反對 你們還支持 行穩致遠 是不是 你們敢反對嗎 不能反對 可以告訴大家 有樓 襯好賣 你不賣 沒機會再賣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